中国女排现在正在经历着换血 这给新一代的女排运动员一个新的机遇 已经抓住机遇的新生代球员高益和王源源 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因为比他们更加年轻的杨函宇正在加速赶超 杨函宇虽然年仅17岁 但是已经获得郎平的天典 参加了今年女排的第一期集训 但是由于有着世青赛的任务在身 杨函宇并没有跟随着队伍 争战瑞士女排精英赛和世界女排大奖赛 杨函宇的不凡实力在青年赛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他在复工位置上打出了超强的统治力 几乎称霸扣球榜 超出第二名扣球成功率15个点 达到了64.29% 此外他在得分榜上排名第五 以小组赛前三战篮网得到的11分 战据篮网榜第四 凭借杨函宇在世青赛上的强颜表现 我想在征战大奖赛的袁新月高益和王元月也会倍感压力 杨函宇身高1米97弹跳出色 扣球力量也十分出色 可谓身体素质极好 甚至有专业人士认为 他的上限不输袁新月 杨函宇留着一头短发 扣球力道很足 甚至透着一股狠劲 作为替补参加201617赛季的女排联赛 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潜力 但今年集训 他榜上有名却令人们质疑 原因是对他的陌生 使人们认为他是沾了执行主帅安家杰的光 但其实女排国家队的人员是由郎平亲自拍板的 选中她是因为郎平看中了杨函宇的潜力与潜质 郎平的眼光向来准确 杨函宇在这段时间也蜕变了很多 从当初的替补队员到现在的世青赛核心成员之一 相信他的未来会更加美好